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美国时尚最卖座的恐怖电影之一 安娜贝尔最近推出了续集 特别在美国好莱坞举办了全美首映会 不只整个现场刻意使用黑色系 并且拉起了黑地毯 就是要营造电影中的恐怖氛围 请看东西记者罗瑞琳来自好莱坞的采访报道 全场图上黑地毯 一概好莱坞电影首映会上的喜气洋洋 安娜贝尔早孽全美首映会 不只挂起大海包让人头皮发麻 片中演员更大谈开拍过程中各种惊恐状况 瞪着大眼睛 演员之一的泰瑞莎北特曼表情相当到位 但是安娜贝尔的恐怖可不只是这样 甚至传出影响到女演员无法专心拍戏 你能不能把女演员拿到室内 或者把女演员拿到室内 我并不喜欢她看我 这真的惹怒了我 我问了导演员 我真的需要触摸它吗 因为她是狠狠 她是大厉害 她是疯狠 她在做她自己的事 看在每个地方 所以我第一次很疯狠 凹陷的眼窝 诡异的表情 这就是贝恩里附身的洋娃娃安娜贝尔 来自恐怖电影 丽莹宅的外传电影强调是真人真事 在2014年一举成为美国史上最卖座的恐怖电影之一 现在新导演更再接再厉 要拼出好成绩 这部电影从第一部电影相比较不同 它是不同的故事 有不同的角色 有不同的时间 有不同的角色 有不同的角色 它是比较大的电影 史上最恐怖鬼娃娃安娜贝尔